NBA湖人队民宿 NBA传起球型科比布莱恩特 他曾在对阵猛龙队的比赛 离砍下了81分 那是NBA正规数据统计以来 历史最高的三场得分纪录 想要砍下81分 这除了需要拥有超强的个人得分能力之外 那还需要队友不太强 对手不太弱的局面 队友太强缺乏机会 对手太弱早早打崩盘 可以说81分这样的得分装局 那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 那么 这里章鱼不妨带来NBA 有希望打破科比81分记录的四位现役球员 看看都有谁 杨尼斯埃德托昆伯雄陆队字母 隔层班号砍下44分 这看起来距离81分很遥远 克兰是过去的子母哥 子母哥现在才23岁 他还有着巨大的进步空间 今下子母哥已经开始苦练投射 他一期的一包赛季 只有30.7%的三位球命中率 一旦他的投射能力达到顶级球员应有的水准 那么得分能力必然会瞬间爆表 雄鹿队不算是夺冠第一梯队的球队 无论是面对西部强队还是东部顶级球队 他们的赢面都不是很高 子母哥作为队内绝对的第一核心 他有着诸多的表现机会 他未来打破81分的希望是存在的 拉塞尔威斯布鲁克雷霆队对科比曾说过 现役最像他的球员是威少 而威少在媒体日也表示过 他不会为了留下某个人而改变自己 威少还是那个威少 威少曾在常规 在单场砍下午18 以后在单场砍下午11分 他已经连续尔萨基拿下场均三双 他的射程覆盖半场 他是雷霆队绝对的老大 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 体人一般的威少 完全有机会轰出药权联盟震惊的得分表现 德文布克太阳队布克曾单场轰下70分 那是面对有着铁血防守的凯尔特人队 虽说他们现在有了壮狼德安德烈爱队 但是论书初点 目前年仅22岁的布克 依旧是太阳队第一选择 一期斗一把萨基 布克三分球命中率 高达38.3% 他中距离甲远距离两分命中率均超过40% 布克的进攻半媒极大 进攻技巧诸多 这在考虑到球队了意味他做嫁衣 他未来暴走砍效高分的机会真心有很多很多 多诺万米切尔全是对米切尔 目前年仅22岁 虽说他的菜鸟赛季命中率不高 但是他曾空出过单场41分 他的爆炸性得分能力在这里可见一般 鲁迪哥波特强于防守 米切尔强于进攻 定位在进攻端第一选择的米切尔 他就有了疯狂输出机会 而随着个人成长 他未来的进攻手段必然会越来越多 他轰下高分的机会自然也会越来越多 一如前文 当年可必砍下81分 那日有着天时 地利 人和 想要打破81分 这自然也需要天时 地利 人和 本文这四位拥有着更多的得分机会与能力 这给了他们未来打破81分带来了 可能性 这也是本文没有汤神克莱汤普森 库里 杜兰特 哈登等等成名得分手的根影 那么这平心而论 对于本文这四位秋元 你认为未来谁最有可能 打破科比的得分神迹呢 对于本文这四位拥有着